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将香酒 还有我们的伤慎酒不伤慎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香港明报 神舟18号返回地球 凌晨在内蒙古着陆 香港领域说 神舟18号成功返回地球 三名航天员创太空出差 最长记录 明报说 原因众所周知 中国拒绝把月亮的土壤借给美国 这个消息有意思 有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了 这个三名航空员 就是叶光复 李冲还有李广书 那么4月25号就飞到太空 到11月4号凌晨再回来 创记录 太空出差 载轨飞行超过一年 航天员的夜光复 成为中国载轨飞行时间 最长的航天员 明报谈到了 拒绝 中国拒绝把月亮 借给美国 众所周知的原因 因为中国政府 对中美航天交流合作 持开放的态度 他提到了 美国自己有限制 中美航天合作的 沃尔夫条款 这个条款就没有办法 不是我们不愿意 是你们不愿意 所以这里因为这个 月朗很珍贵 而且它可以治水 虽然没有水的地方 但是有这个技术 半导电视台谈选举了 2024年的美国大选 最新的发展 特朗普和哈里斯 争取摇摆州 最新的民调结果 进一步的收紧 特朗普在宾夕法利亚 北卡罗那州 和卓治亚州之间奔波 都是至关重要的摇摆州 星岛日报说 大选前夕升变数 赫 也就是哈里斯和特朗普 要斗到最后 双方非常的激烈 所有的民调都是势均力敌 双方在七大摇摆州 斗得难分难解 共和党近年占有了红州 又叫了爱奥瓦 一个民调显示形势逆转 这个事情可能有变数 民主党必须保证 南墙的三个州 现在打得非常的激烈 红州的问题 那么按照有关的这个 这个德美英纪事报的民调 偏离事实 但是有人说 哈里斯的民调超前三个百分点 金融时报 他探讨的是 美国大选的第二天会发生什么 历史上最紧张的总统竞选之一 可能不会在晚上结束 随后可能会出现多重的危机 法广说冲斥时刻 哈里斯特朗普谁胜处出 情况不明 没有任何一个民调可以预测 法广说在政策历史上无可奉告 哈里斯韩胡的竞选策略 是否会成功 他呢模糊其词 模糊其词 在这个问题上 有人说他是七强派 在政策上 韩胡其词 要比只作为七强派的极左分子 更安全 所以就顾左右而言 他待会带来选票呢 不得而知 德国之声 哈里斯和特朗普 选后两个人 各自会如何出手应对中国 炮轰中国是两位总统候选人 喜欢做的事 哪个大选过后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将会有什么不同呢 做了一些分析 大体上 亚洲自由电台就说 贺锦丽 也就是哈里斯和特朗普 在亚洲问题上有何不同 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亚洲 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以后 将是世界其他国家准备迎接 两种截然不同的潜在未来 所以他们看来 特朗普没有花太多时间来讲 他的外交政策 没有 他个人风格比较重要 所以在台湾问题上 当然也是拜登那套立场 美国素质的立场 还是不会一个重申 还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特朗普对台湾提出相反的一个暗示 这个事情现在对中国问题 虽然不是个主要话题 但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朝鲜问题 日本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 台湾问题 这个问题是避不开的 包括东美贸易战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就包括朝鲜问题 一拉一大堆 华尔街日报说 无论谁入主白宫 美国盟友和对手 已经在为美国政策转变 做准备 在2016年 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外交官谈论了说 防止特朗普联盟和承诺 但由于特朗普 有可能重返白宫 哈里斯和拜登的 外交政策上的分歧 很大程度上还不明确 一些人已经把现在的准备 称为防范未来 美国之音 中国已经开始 为美国大选之后的 双边贸易战重启 做准备谋求 降低对美国农产品的依赖 就是说 这个多年来的追求 粮食进口的来源的多样性 可能使中国在 新利润的美中农业 农产品关税战 出于有利的地位 而且能够减少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上 受到的损害 中国也在做 未以筹谋的准备 看来这个贸易战 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路透社 一个专稿 大豆啊 小麦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农作物 这个事情 今年九月混 中国对美国的整体贸易 顺差总额为 333.3亿美元 这限制了中国 采取报复措施的选择 法广 谈到了特朗普 特朗普说他很惋惜 上一次不该离任 预计胜者 升其二 就会见分晓 他觉得上一次 贸然的离开是不对的 法广说美国众议院的435席位 就全部改选 两党正在趁竞争 众议院的控制权 华尔街日报说 特朗普努力提高 年轻男性选民的投票率 哈里斯压保了 是美国的女性选民 特朗普这个策略 可能会抵消 哈里斯的女性选民中的 巨大优势 但如果他的大男子主义 言论和粗俗的表态 让女性选民反感 这种性别差距 就会越来越大 当然纽约 但是小松鼠 也有可能改变一些选情 发广 以少胜多奇特的 美国选举制度 这关键叫 美国选举制度 在外人看 有他难以理解的成分 就是说 特朗普在2016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胜出 但他得的票数 比特希拉利要少 将近300万张 小布什在2000年战胜 哥尔当选 后者其实把全者多了 50万万张的选票 这就是美国呢 这个选举人团 这个制度的一些 很有趣的现象 纽约时报 今天的一个头版头条 谈的是 为什么民主党 想击败哈利 想击败特朗普 是那么的难 无论星期二发生什么 我们都可以说 这次选举 并不像民主党 意气的那么顺利 不管怎么说 为什么特朗普 为什么还仍然有 那么多的竞争力 最简单的答案是 国家政治环境 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 那一有利民主党获胜 民主党在这选举中 显然面临逆势 在如此众多的美国人 对国家和总统 不满的情况下 没有哪个政党 曾保住对白宫的控制权 而民调显示 民主党面临的挑战 更为严峻 民主党面临的挑战 似乎是发达国家 资政党面临的政治竞争 大趋势的一部分 选民们都希望 有一有机会就渴望改变 其实呢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澳洲 最近日本的资政党 都有这样的一个挫败 特朗普四年前输了 法国 加拿大 也有可能会加入这个黑名单 当然这里面的关键 谈到美国 后疫情时代的幻灭和沮丧 给民主党带来 严重的互面影响 民主党有哈里 特朗普这张牌 可以打再向堕胎权力提 可能足以让民主党获胜 但这是2022年 中期选举发生的事 这一次不一定 不一定是所谓的进步派的胜利 也许呢 将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他说自2008年以来 民主党的自由主义 一直主导着美国政治 民主党连续四次的 总统大选中 赢得大部分的选票 自由主义的文化占了 主导地位 但是特朗普的当选 并没有阻止 自由主义能量的涌现 相反他加速的发展 那么在过去几年 他发现了 在美国所有自由主义能量 已经突然消失了 现在呢 对疫情限制和觉醒 左派的强烈反对 逐渐成为主流 分裂了自由主义的机构 对媒体或者专家 和科学家的信任度 直线的下降 年轻的美国人 转向社交平台 在算法变化的帮助下 发现他们对连满的总统 高昂的价格 失去的机会 以对一个不适合 他们的系统的愤怒 所以呢 民主党呢 没有办法 只能是被动的应对 他认为这种向右转变 在政党认同方面 也很明显 政党登记的趋势也出现了 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 迅速崛起 迅速崛起 在更长的 16年的时间跨度 这是一个变化 08年 民主党上台 满回信心 入主白宫 但是今天的过去16年 民主党的大部分议程 很多选民 对国家的现状不满意 如果特朗普获胜 这才是最具有可能性的解释 而不是他自己的 政治受欢迎的程度 这是民主党 自己本身施政的问题 民主党可能 会在星期二 继续保持连胜的势头 但当历史结果回顾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得出 这样的结论 自由主义的优势 在美国已经结束 金融时报 他甚至呢 很明确的说 我们将在特朗普的世界 生活几十年 特朗普让保护主义 重新流行起来 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发展势头 特朗普在政治上 堪称巨大的成功 这不是因为他当选了 美国最高 世界最高的职位 每个论年都有人这么做 但是因为他实行了 政府中最难的事情 那就是约束了自己的继任者 在贸易这个问题上 取得了共识 下一任总统是无法回头 也不想回头 这是拜登经济学的 关税和补贴 保护主义在世界 其他地方蔓延 大部分改变时代 常识的领导人 需要连任 那么特朗普呢 是两者皆不需要 他能够把叛教 转变为正统 美国之音 2024年的总统大选 更多华裔的选民 出钱出力助选 以提升华裔的 美国社会的能见度 他看到了在 不管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华裔选民 展现了比过去 更高的热情 很多人通过了捐款 做志工等方式 为候选人助选 美国之音采访的 华人选民表示 不论党派为何 每个人都应该 积极参与投票 提高参政议政的意识 有助于提升 华裔的美国社会的 能见度和重要性 成立了各种团体 诸如此类 我有个朋友 为共和党的募捐 是搞得不遗一力 很多 这样的 新移民也罢 老移民也罢 英国BBC 今天的头版 也是谈到美中大选 美国大选 中美关系恶化之下 华裔科学家 鲁鲁薄冰 不要在意 中国有任何的瓜葛 中美关系 持续降温 华裔的科学家 倍感含力 他采访了几个 因为这个 自己华裔科学家的身份 受到美国国土安全部 联邦调查 觉得要很多东西 就特别到2018年 美国司法部 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 就是要通过阻止 向中国转移资讯和技术 打击经济间谍活动 而华裔的科学家 首当其冲 搞得大家苦不堪言 苦不堪言 这个事情呢 应该说 美国后来就 匆匆收藏了 中国行动计划 但对对 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 打来的打击和阴影 是非常深重的 2021年 就有超过1000多名 在各种领域 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 科学家 华裔科学家 离开了美国 虽然有人认为 他没有办法离开美国 他仍然相信 美国拥有独自的 独立的司法体系 能够确保证安全和清白 但稀有欺欺 安全感是不够的 他也被逮捕过 叫胡安明 胡安明 跟美国政府打官司 来求清白 要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德国之声 张俊华的文章 说互信程度低 就是中国外面世界的互信程度低 导致跌跌不休 间谍的东西太多 讲到了当今世界上 这个间谍活动的平凡性和范围有多大 直接跟双方的信任度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跟西方有过一段比较甜蜜的时期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当时那个甜蜜 西方很多敏感技术领域的大学专业 都向中国开放 但是现在应该说没有了 在奥巴马执政以来 或者习近平执政以来 这种中国外面世界秘业期成为过去 欧洲好像还陷入个惯性 美国很早就提供了 西方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就是缺花卢西亚意识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个地下党 即便用枪杆子推翻了政权 变成了执政党 它保留了很多地下党的特征 地下党的间谍和种不透明的作法 有直接的关系 讲的地下党 统一战线这个地下党的法宝 仍然被共产党使用的 有三大特征 中共的间谍跟西方不一样 第一 中国的间谍机构采取的走群众路线 每个人都可能具有间谍潜在功能 广众博收 这当然要有重点培养 就谈了到个人的一些看法 第二个呢 就是相当的精力是用于如何调理和掌控中国人和华人 那么第三呢 就保证香港的稳定 曾经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员潜伏在香港 那么中国大陆在台湾安排多少特工 但是从台湾它那个暴露的间谍案例 也开出有一些东西 谈到了中国间谍的特征 系统繁多各自为盈 啪啦啪啦一大堆 讲得很具体 地下党才会这样啊 它的迟钝的希望直到现在才有警觉 迟钝的希望 中国也在进行反间谍 不管怎么说 这跌跌不休 是因为你跟外面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互信了 要不然跟人美继续没有互信 间谍的故事会越来充斥 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美国之音谈到直击 中国的虚假信息行动 开始质疑美国大选的公正性 也就是垃圾伪装这些呢 现在都在加紧 对美国的公众呢 有一些释放 转发了很多中国虚假信号 适应一些的账号 指控了很多美国的一个东西 而且在美国的社交平台上 有广泛的传播 他做了一个很细的一个说 对选举的公正性 说明了有一些质疑 这些质疑会不会影响和改变 很多选民的投票意志呢 很奇怪 他们美国人在这方面呢 夸大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传播信息的功能 你就传播那么多 能改变这两个人上选当选的可能性吗 这个事情呢 我认为估计高了一点 华广呢 谈到了中国经济 中国将出台经济刺激的政策 规模可能会受到美国大选结果的影响 如果特朗普当选刺激规模 可能会比当前计划增加10%到20% 好了 朝鲜派兵 华尔街日报说 北朝鲜派兵到俄罗斯 让中国左右为难 因为中国的恶指 俄罗斯跟朝鲜 两个盟友的手段很有限 中国政府可能只能选择维持现状 华广说 金正恩向俄罗斯派兵 让北京大吃一惊 打了个问号 这是华盛顿的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个叫赵通 他说了 至少朝俄的合作的程度 让北京吃惊 那北京知道还是不知道 他认为实际来讲 历来朝鲜是非常依赖中国的 近些年来 莫斯科更加强和平壤的经济联系 北京表现一定程度的克制 朝鲜的经济上极为依赖中国 也跟俄罗斯过去对援助朝鲜极为保留有关 朝鲜对中国的安全要求也不太易回应 中国不太赞成朝鲜发展它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 但是呢 这些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 朝鲜可能在导弹方面有一些进展 核计划加速韩国日本的担心 计划两个国家跟美国强化军事的合作 中国担心的当然还包括美国其他的盟友的 澳洲啊 新西兰等等的事情 也就是朝鲜的作法加速亚洲小北约的形成 那么他认为中国这个作法 其实是呢 不愿意看到朝鲜跟俄罗斯走得更近 当然也有人说 习近平一早掌握了解的故作呢 就如此类 这也是外界的一个诠释 《华尔街日报》说 伊朗释放强硬的外交信号 将对以色列发动强有力和复杂的攻击 包括威力更大的弹头和其他的武器 很多人说伊朗呢 德黑南拦截了很多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导弹 其实又有人说 那就是电子游戏机里面结束下来的一个截图 这个事情到底是真假不知道 总而言之说 电子游戏机的逼真程度 也会让伊朗有一个认知战的武器 两则汽车工业的消息 华广说 大众汽车危机的新数据 盈利在第三季度 猛跌百分之六十四 那很不得了 德国汽车专家说 高工资并保持工作岗位是行不通了 因为德国大众汽车集团 在德国面临衰退危机 它就变成了重死之地 但是你要拿高工资 你还要有工作是不可能的 就看来 德国的汽车工业受到了这个冲击 是显而易见 星岛日报说 地方财政不足 远娘捕捞成风 内地的经济下行 地方财政不足 远娘捕捞成风 珠三角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区 这个呢 广东人 广东的媒体 广东政府很不满 很不满 但是没有办法 近年来一些地方 为完成工作指标 面临经济下行背景的创收压力 公安机关异地执法 就类比沿海渔民出海 而获得了疑惑一样 这个呢 深圳 广州 东莞等珠三角地线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区 这个很多媒体的披露这个消息 当然中央好像也无力可施 联合早报也同样报道个消息 中国地方财政不足 异地执法获利 远娘捕捞成风 远娘捕捞 在这个情况之下 联合早报有个专稿 中国首部的民营经济促进法 能否提振信心 下个星期要完成一个月的意见征集 听说是社会期待已久 但是能否像它的名称一样促进中国民营经济发展 受访的民营企业家律师的肯定立法意义之余 也指出中国提振民营信心的根源 在重建信任 即使有了法律的保护 法律能执行的成分程度 也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不是信心的问题 是信任的问题 信任的不乎存在异地执法 远娘捕捞成风 你说叫大家怎么有信心 怎么有信任感呢 这部法 有些民营企业家说 执行到毛细血管才有用 否则呢也是空的 信心有高有低 但信任一旦失去 根基就没有了 好了 美国之音 就是谈到了中国式的美国工厂 为服药 美国打工的中文牛马 这是他们深入到 服药的俄亥俄冈州的这个服药剥离 那么现在呢就讲了 有很多故事 人家做得很细 曹德旺先生可能对这不以为意 但实际上是应该要重视的 就是在榨取性的制度之下 榨取性的经济制度之下的行之有效的 工作态度 工作方法 劳工的一个保障 跟包容性的经济制度 是不可同仁而语的 这一点可能 曹德旺先生可能没有注意到 但是呢 这一定会受到美国有关司法当局的关注 也会给胡耀剥离 在美国的安家乐户 安身利命呢 带来一些主力 德国之声呢 就引用了 不明摆播客 原理那个东西呢 访问了网红 叫奉姐 罗玉凤 罗玉凤说 底层出身的网红 只有在对中共服从的巴结 才会成为正面人物 像我这样的人 不服从中共的统治 也不为他们站台 不为他们说话 那么我一定成为负面人物 他也谈到了这个底层的 也包括奉姐啊 包括呼隆姐姐啊 那么还有斯伊利哥啊 什么之类的 那精英阶层的小S 还有神仙姐姐刘亦辉 他们就没有这样 受到了恩宠 他实际上来讲 像丁真啊 农村四哥啊 华龙兄弟 李子柒 都是出身于社会 底层 他们会成为不正面人物 他懂得巴结 懂得服从 到了李子柒 其实是中国政府 这个宣传大使 啪啦啪啦一大堆 新加坡的端传媒说 缺化包容性制度 和保障的 还隆 还华盛世 只能是虚幻 这个文章呢 作者叫 北卡罗那州的大学 教堂三分社的 政治系的 助理教授的王也 他也谈到了一些观点 就是说 这个文章的标题说 动荡年代中 我们还需要 制度决定论吗 最后一个结论是说 就是 整个国家 现在来应该说了 当自由一步步被侵蚀 生活中的每一秒 都处于监控之中 整个国家都被 统治者的个人偏好 支配的时候 我们始终将清醒的 认识到 缺化包容性制度的 保障的环华盛世 只能使虚幻 这是哲学家的语言 英国BBC采访了 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 我和香港都失去了灵魂 人权和自由的 不见了 他讲了很多 他讲了很多 亚洲自由电台 讲了杜琪峰 含有了比香港 没有人权自由 在香港大公报 画了两个评论 反驳 反驳 但这反驳 说老实话 是小菜 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这是关于杜琪峰 杜琪峰 当然最后一个消息 就是我曾经的一个老朋友 联合早报报道 广东广播电视台 原来的台长党委书记 张慧健 被指隐瞒境外大额存款 被开除中共党籍 估计很容易 就会被司法审判 这是广东省的 纪委监委的星期天 11月3号 在官网通报 广东省纪委监委的张慧健 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 在立案审查调查 说为党不老实 不忠诚 政治意识薄弱 没有按照规定上 党组织请示汇报 重大事项 对抗组织审查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不利 哎呀 讲得太高了 他说他怎么样 在境外 有大量存款 隐瞒不报 这成了他的罪名 张慧健是长期的 广东省广电系统任职 2018年卸任 六年后被查 倒查了六年 不到十年就开始了 就出问题了 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来做一些新闻的点评 第一 中国的航天科技的长期进步 显示的航天航太技术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和马斯克的航天技术 也许有明显的代际差距 但假一时的 也许也会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前提是中国不能走回 闭关锁得的路 科技进步总是要人类先进文明 和科学技术衔接 航天航太景欲 跟军工产业息息相关 贪忽窝案会不会留下隐患 还是另外一个悬念 第二 美国总统大选是近几天的新闻主题 我们会密切跟进有需要的话 我们考虑增加一两次晚间的直播 这里再预告一下 明天晚上九点半开始 请贺江兵来聊 他认知中的美国大选 后天晚上十月六号的晚上九点半 我请资深的媒体人王建民 也跟大家聊聊 他对美国总统选举的观察 这次选举毕竟直接冲击和影响 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领导层的任何变动和不变动 影响世界发展趋势 跟这个意义也是等量奇观的 看看我们今天的老杨直播的内容 跟这个有些呼应 第三 中美关系的趋势走向 在美国大选明朗化之后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 会有个方向性的思考和决定 政策的一个方向 接着可以从刺激经济措施的后续 11月后的稍后的中共中央 20届的市中全会 12月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会议公报 内部政策的讲话得到验证 中美关系已经结束了 好不到哪里去 坏不到哪里去的历史阶段 那么11月 11近平跟拜登有两次会面的机会 也许也可从两个人的互动 看出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断铃 第四 美国胡耀玻璃所面对的 其实极可能是未来 或者现在 在美国华裔企业 华裔学界 华裔知名人士 所要面对的一个特定的政治情境 华裔学者已经饱受了中美关系 恶制化之苦 胡耀玻璃所面对的可能会多一个新的因素 榨取性的经济制度之下的得心应手 未必能够完整移植到美利坚合众国 这是连世已高的曹德旺先生 可能还需要未以筹谋一个选择题 罗裔凤的故事是所有来美国打拼的底层 华裔人士的心路历程 他尝到了自由的职位 为此也付出了可以想象的代价 在中国美国的华裔的社区 凤姐其实很微不足道 但她的心态心静 可能是那些富裕的美国华裔商人 未必能够触及感受到了 云立这一期的博客 博客做得不错 至于远洋捕捞的应运而生 一个是地方财政真的没钱了 第二是政权的红色基因 原本就有这种打土豪的下意识的冲动 民营体验家说 现在缺的不是信心 缺的不是华力 缺的是信任 一语重地丢 杜琪峰导演接受BBC专访者的坦诚 说出了相当一部港人的心声 这座城市还在运营 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阴干的状态 大公报企图对杜琪峰导演 林肖带打 毫无建设性的意义 你要拿出足够的证据 说明香港并没有失去灵魂 那么香港的灵魂是什么呢 就是自由和法治 是高财东以及内地各界人士 能为之向往残存的文明 自由和尚未完全被摧毁的法治 龙应台当年说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所以说光靠谩骂 说服不了杜琪峰 也说服不了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的香港人 也六 广东省原来的这个电视台 广电系统的党委书记台长张惠健 重见洛马 我跟他很熟 他差一点就成了凤凰卫视的资讯台的 一个创台的一个领导 我发自内心 我很欣赏他的专业才能 连这样的专才也会最终查处洛马 如果不是制度性的腐败何至于此 真的很可惜 早期凭借个人的努力 勤奋赢得了一席之地 为了聚系攀爬 要想当官就需要有钱 需要有酒量 钱坎里拉拉 就开始来了 之后你要当上副部长 副的什么的只能靠运去 张惠健跟其他的电视台的领导人不一样 他从来不碰女人 尤其不碰台里的女主持 但是最终的挡不住权力和金钱的诱惑 1959年出生的人 余生看来只能在狱中继续修行 当年呢 我为了纪念甲午战争120年 我跟日本的蒋峰 我们合拍了一个三级的走读日本 穿越日本的东西 本来要在广东电视台首播的 但是呢 要广电总局来批准 迟迟不批准到没有办法放弃 因为呢 这有广告种等问题 张惠健暗示我 你应该到北京广电总局 请他们好好戳一顿 我没有这个悟性 我也不戳这一顿 我花了三十几万 还要为这个片子能不能播去拍他们马屁 这不是老子要干的事 我不懂中国的国情 但这部片子还是最终免费的在一些城市的电视台播出 也了了我呢 对纪念甲午战争的一个信念 张惠健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大面积的路 走向那条路 希望他好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请不吝点赞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